联络 因为他说是没有联络上 所以你有找他吗 找来找不到人 叹一口气才上车 说至今找不到会计师端木剑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卷入政治现金做假账遗云 被媒体天天追着跑 外界认为说 有跟特征组周旋 然后全向而推 认为说你惹错人 你这看下外界的书房 沉默代替回答 柯文哲一早快闪进党部 开中央委员会 待了快五个小时 当离开时被问到 会不会觉得冤枉 他这样说 尽管对媒体不愿再多谈 但检调已缤纷多路 还到木克公司搜索 为了安定人心 柯文哲下午随即发出 给民众党员的一封信 除了说自己是人不明 又人不当 会深刻检讨改正 也强调所有的支出 都用在选举事务上 没有流入个人口袋 不过对于有超过 一千八百万的金额 被漏灯误灯 让支持者失望 他作为党主席 则无旁定 但民众党 不会被这次的挫折击垮 而黄国昌谈到开会过程 情绪还有点小激动 那主席他也很直接就 跟所有的中央委员致歉 他个人绝对有责任 我看完你讲记者会 心里很难过 所以我就 忍住 谁有问题在先 肯定就是竞选总部 为什么会有将近两千万 这样子的财务漏洞 只要柯文哲告端木正 端木正就不会输啊 司法一启动 那么我认为端木正 一定拥有所有 这个柯文哲竞选总部 所有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才能够 真正的公开透明 又是开告端木正 又是发信给党员 面对创党以来最大危机 柯文哲和民众党 尽全力止血 就不知道有多大效果 明星辰邀请宋宏林 台北报道 快加入民事新闻台